时间已经来到9月24日深夜12点,2018年中秋节宣告结束,2018年金银奖票选也已经落下了帷幕,截止小编发完时间, 迪丽热发以49万的票数优势打败杨子,成为2018年最受欢迎电视女演员,李一峰以3万余票的微弱优势打败胡歌,成为2018年金银奖最受欢迎男演员,虽然金银奖票选已经结束,不过这个结果并未能得到观众的认可。 从刚开始的李一峰胡歌领讨,到后来的柳云龙张一票数爆发,再到最后的李一峰一路反抄,本届金银奖网络投票票选,有许多难理解释的问题, 比如张一,柳云龙两天时间暴增20余万票房,比如胡歌9月20日升日,当天票数没有大幅度变动,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本届金银奖票选情况。 截止9月24日,晚间11点55分,李一峰以140万8536票稳着本首,近随其后的胡歌手握137万7326票,排在第三的张一拥有133万2190票,排在第四位的柳云龙,拥有112到7415票,要知道昨天柳云龙排在第一名,今天他便跌到了第四名。 反倒是第三名的李一峰一路反抄,客观来说李一峰是前四名电视演员中演技最差的一位,2017年30岁的李一峰没有推出一部新剧,2018年至今李一峰同样没有推出新剧, 我们只知道他与江苏女合作的在纽约,有可能在2018年定档,不过这也是,在10月13日金银盛典之后的事情,也就是说当金银奖班不前,李一峰并没能在这两年推出一部新剧,反光还在第二名的胡歌。 2016年胡歌平一部狼牙榜,收获白月蓝市地和金银奖双料市地,2017年胡歌协列场王者归来,该去也取得了票房冠军的假计。 再加上9月20日,是胡歌的生日,许多粉丝都希望胡歌可以缠联金银奖,可事实确实如此残酷,看完最终的金银奖票选结果,有网友无奈道,还不如柳云龙当选呢? 起码柳云龙要演技有演技,要才华有才华,还有网友露事的,我们不傻,票数什么情况,主办方心里应该有数,说句题外话,你觉得谁应该当选2018年金银市地呢?